这一趟9天超过3500公里的东马旅程 我们准备骑着KTM 390 ADV 直切这座全世界排名第三大 同时也是亚洲最大的岛屿 在马来西亚骑车一天就变成这样聊 平均每天400公里的旅程 我们也即将骑车穿越岛上的另一个国家 汶莱 解锁骑车跨越国境的成就 各位观众 黑面干拨面 干拨面 哦 漂亮啊 然后待会儿看主啊 漂亮啊 每次都看你们帅 放我帅了 没有我都帅 在这里人人都能呼风唤雨 適到的穿越,把這座島一分為二 形成了中年高溫潮濕的熱帶雨淋氣候 創造了獨特的生態系統 使得這個區域,成為地球上最為生機盎然的地區之一 我現在真的很希望下一場雨 對!我下雨! 我下雨! 我才剛說完今天可以下雨嗎? 他就下了! 我下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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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公路到油中原再到沙灘 最後是古老的熱帶雨林穿越 公路與土路 汗水以及雨水交織成了3500公里 這裡 是三位被人類征服的自然天堂 是原始的自然領地 婆羅洲 這次東馬超過3500公里 公路混合非撲裝路面的行程 因為當地的氣候形態屬於熱帶雨林 雨 說來就來,說走就走 騎到一半 突然就會開始下大雨 所以這次的裝備 我使用了Stream Trail的Dry Tank 40升 D2迷彩版 來攜帶我的拍攝設備 Dry Tank 40升 適合3-5天的冒險旅遊 材質堅韌 即使在飛鋪裝的路面下摔車 也不易破損 捲折防水擋布 具備高度防水性 胸扣帶以及腰扣帶可以平穩固定背包 方便我們越野時大範圍移動身體 搭配上背部透氣減壓軟墊 讓我每天超過400公里的旗行 都不會感到疲累 側邊紅色排水孔 可以作為緊急時的提水袋 現在還有可拆式網狀錢袋 可以收納各種小物 讓旗行過程更加輕鬆無負擔 魯特會把商品連結放在下方資訊欄 有興趣的朋友們 記得手刀選購喔 YOW我是魯特 這次我們準備前往東馬騎車 而在騎車前 我一定要好好來說一下 這一趟的行前規劃 因為我們的時間真的超級緊繃的 從台灣出發的前一天 我們還在帶團 當天帶完團之後 從埔里夜衝回台中 直接整理行李 接著馬上衝到機場 搭飛機出發 飛往東馬 這過程緊繃的程度 讓我一度覺得 我們會趕不上飛機啦 其中一個很大的原因是 因為時間壓縮的關係 我們在吉隆坡機場的轉機時間 只有不到一個小時 所以一下飛機準備轉機的時候 就馬上打給了這次遠征小隊的成員 就路過那些 一下之後跟這個整群往前走 然後再去看A9 對有什麼隨時靠我 好沒問題OKOK 直接視訊帶我們在機場裡轉機 真的蠻刺激的 最後搭了大概六個多小時的飛機 直到降落在東馬的古境 和這一次的夥伴見面之後 我才真正的感覺到 哇 這一趟 終於準備要騎車了 開心嗎 終於到了 哈哈哈哈 欸 你們看起來超像 你們看起來超像吃汗的 我終於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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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見面之後因為抵達古境的時間 已經超過十一點半 而隔一天八點半就準備要出發 所以我們沒有拖太久 馬不停蹄 先前往古境的住宿 放個行李 我們今天直接住在古境機場的對面 這個房型 其實我覺得環境真的還蠻乾淨的 非常的清新的感覺 主體的顏色是白色的 這樣一個晚上呢 大概是260塊含稅的令吉 也就是大概1500塊台幣而已 個人是覺得非常的划算 非常的超值 廁所也蠻乾淨的 整個空間真的蠻大的 在台灣這個房型可能我猜 2000多吧 超過 然後在馬來西亞還有另外一個好處 就是當你下飛機的時候 你完全不會有任何時差的問題 因為台灣是幾點呢 馬來西亞就是幾點 所以像現在我們剛剛到的時間 大概11點 然後現在已經11點 已經11點午時了耶 我們趕快去好了 不然明天又要那麼早起來 然後現在準備要先去吃個東西 GOGO 放完行李 時間已經差不多12點了 不過都還沒有吃晚餐 所以我們前往古境市區 打算在這邊吃個在地的 算是宵夜啦 而要認識一個國家 也一定要從啤酒開始 Cas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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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泡啤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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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上面有一個黃罐的那個 黃泡啤酒 來來來來 我們終於活著到馬來西亞啦 黃泡啤酒 哇欸你這個看起來很猛耶 我有加肉啦 你這個是什麼 像油雞 燒雞 燒雞飯 黃泡啤酒 對這是馬來西亞的蚵仔煎 看起來很好吃啊 在馬來西亞 我們的蚵仔煎跟台灣不太一樣 台灣煎起來是軟的絲的對不對 我們會煎到它整個這樣 脆脆的 對對對 你看這個 然後它的蚵仔就這幾塊 所以我們是這樣子 每個人拿起一片起來 喔像月亮蝦餅一樣 對對對對就拿一片起來 然後就拿這個稍微倒一點點進去你都玩 然後就拿起來吃 這一天從台灣到古境 吃完宵夜時間也來到了超過2點 回到房間之後就馬上休息 準備迎接接下來這9天的 菠蘿州遠征 隔天一早雨下的真的非常大 我似乎還是擺脫不了 每到一個國家之後 第一天一定會下雨的情況 換個角度想 遇水則發啦 而一早 我真的要非常感謝克里斯的朋友 在我們從飯店到早餐 然後再接著到這次取車的地方 那一天因為忙著準備車輛 所以沒能來得及 親口跟他說聲謝謝 這邊真的印證一句話 就是出門在外靠朋友啦 看到我換上了這身衣服之後呢 就知道我們今天呢 準備正式的要從我們 馬來西亞的這邊叫做古境呢 一路往上騎到沙巴 出發的這一天呢 首先我們來到了這個叫做 Taymoto 吃完早餐我們來到了Taymoto's 在這裡 我們也準備與這一次 即將陪伴我們超過3500公里的 夥伴見面了 KTM 390 ADV 說到這趟旅程中的車輛 首先我一定要好好感謝一下 東馬古境的Taymoto's 這一次行程中 我們所騎乘的KTM 390 ADV 以及250 ADV Duke 250 都有古境的Taymoto提供 Taymoto也是目前東馬KTM的總代理 算是東馬KTM大本營了啦 從古境 石屋 梅里 甚至之後在沙巴 也會有他們的營業部門 規模真的蠻大的 而除了KTM之外 他們同時也經營著各種摩托車相關的業務 Taymoto's的這個T字 就是姓氏 正的意思 所以翻成中文 你也可以把這裡稱為正摩托 而從我抵達這裡開始 但是我就深深的感受到 鄭老闆本身 對於推廣東馬旅遊 有著非常大的熱情 目前想要到東馬騎車 其實願意租車 讓你去長途旅行 真的不多啦 甚至可以說是沒有 想要騎著摩托車 在東馬的一般公路上旅遊 真的要花很多心力 在尋找願意出租的店家 更不用說是越野車 或是各種ADV了 所以真的很感謝Taymoto's 這麼相信我們 願意把車借給我們 直切整個婆羅州 相信在他們的經營下 未來如果騎士想要前往東馬旅遊 應該會變得非常方便啦 這就是這趟馬來西亞 準備陪伴我爭戰的戰友了 可以看到他的後輪爆改 這普利斯通的吧 AX41喔 這條輪胎呢 真的真的好 我真的很喜歡這條輪胎 哇前面也是呢 他們只有我這台車 還改了一個貨架 然後 有改排氣管 然後還有霧燈 必須的 霧燈必須的 這台車也曾經是戰鬥的模樣 看他車上很多束帶 非常的期待 非常的期待 這台車 大家剛才看到他的里程 已經3萬8 接近4萬了 可是呢 其實我覺得他整個車況都 應該還算蠻好的啦 你看他這個油箱啊 氣都完好無缺 應該是比較少人會騎他去 所以 該不會這台車的手摔就是我了吧 雖然這台車已經接近4萬公里 像他這個鏈條啊 他還是有幫我們保養過 然後才讓我們準備要出發 所以我覺得 以前就有耳聞說 馬來西亞人就是非常的熱情 但是因為這是我第一次來 那剛才呢 他們那個店員啊 還拿著雨衣啊 毛巾給我們 所以真的讓我非常的感動 介紹完Temotos 接下來 我還想要介紹一下 在這趟旅程中的團圓 Akira教練 KTM Riders Academy的官方教練 同時本身就是東馬古近人 在地啦 他也算是這整趟東馬直切遠征團的主究 整趟行程也是由他熱心的替我們安排 從東馬的國道 產業道路 再到無人秘境沙灘 油中原 熱帶雨林穿越 以及各種各樣的飛鋪裝路面 過程中如果有任何騎乘問題 我都是向他請教啦 我這次會來馬來西亞騎車呢 就是因為有這位教練 其實我從那時候認識你的時候 我就覺得你是一個 真的發自內心熱愛騎車的人 你不是為了那種 對 違認證的東西 不要抓地圖帕好了 他就是很愛騎車啦 他真的很愛騎車 從他騎車的表情你就看得出來了 等一下我會沿途拍給大家看 我從小時候 我就想還婆羅舟 但從來沒有完成過 就是拖了三十幾年 應該講三四十年了吧 有啊 各位看到他的 魚尾文就看得出來 哈哈哈 修圖修圖 這麼多年呢 終於完成了 但是這個重點 其實完成也不是說 我想完成就完成 今天假如沒有Telmoto 這行程不可能 因為在東馬 你有錢 人家都不租你車 對 不一定會租你摩托車 對 這是圓夢 然後魯特啊 可以是 大家一起可以出來騎 我覺得這真的是圓夢了 太感動了 哇 真的 我一次直接封神 我第一次就直接登頂 登頂全國榮耀 我好感動喔 克里斯 同樣也有經營頻道的西馬人 他可以說是領導 就是要騎ADV的代表了啦 領導騎乘的經驗非常豐富 甚至我跟他認識 最後是因為參加了香腸杯的活動 而這一趟 因為他本身就是西馬人 所以都會幫我介紹一些 馬來西亞特有的食物 這一次也很期待跟他一起直切坡州 當地人啦 對 沒錯 當地人啊 當地人 克里斯是馬來西亞人喔 我是西馬人 對 現在要分這麼清楚就對了 欸 沒有啦 都是一家人好不好 對對對 只是我進來這邊要蓋護照欸 對 還有記錄信訊欸 為什麼 他昨天跟我說 就是他進來的時候 他進來要蓋護照 那個感覺就很像是我們台灣 然後去澎湖 然後要蓋 又拿護照 然後要蓋護照那種感覺 我路徑 那我只能大概三個月 對 就要離開了 他只能在這邊 大概三個月 對 他在馬來西亞人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在這邊 就是一件非常難得的事情 沒錯 很難得欸 這次非常期待跟你一起騎車 我比較期待就回程啦 Affro Baby 因為聽說 林大樓是 Affro Baby 白白跟我們一樣是台灣人 之前和他認識 同樣也是因為參加香腸杯的關係 那一次 他是負責在香腸杯中 拍照的工作人員 在這趟旅程中 我們會連人帶車 一起過境問來 這中間繁雜的手續 都是由他幫我們講解 再教我們填血 英文真的很好啦 讓我真的覺得很幸福啦 其實我跟白白算是只有 第二次見面 第二次見面 上一次是去見面的時候 是香腸杯 然後是負責攝影師 攝影師的活動 那這次也是 那這次也是 那記得要幫我拍摔一點 可以的可以的 老車的話 私底下船給我就好了 okok 不要幫我拔出去 好了好了 okok 期待跟你一起騎車 可以可以可以 開心開心 開心 有什麼話想跟大家說的嗎 出發千 欸欸欸欸欸欸 對我來講啦 第一次出國騎車 我也蠻期待的 我真的第一次出國騎車 那你可以喔 希望一切順利啦 對對對 這趟直切東馬 有在地 有巷島 還有行政加車輛維修組 相信 一定可以非常順利的 再經過了大概 20分鐘吧 我們綁心裡沒有綁很久 只有這次準備陪伴我們 去馬來西亞的 這代算是 臨時緊急備用的 像是有一些什麼打氣的啊 然後 我的拍攝器材啊 那後面這個就是我的衣服 在我們出發之前呢 他們給我們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橘色的 這個橘色的是什麼 就是雨衣 因為呢 馬來西亞這個 最近的天氣呢 可以說是非常的多變 像我們今天早上出發的時候 從飯店過來這邊的時候 就下了雨 那聽說在更早的時候呢 雨是下了更大的 所以呢 我覺得他給我們這個雨 我真的非常的心懷感激 在把車輛整備好了之後 Telmotors 還很有儀式感的 幫我們規劃了一個 揮旗出發的儀式 算是象徵 旗開得勝吧 這趟東馬遠征 也在揮下旗幟的那一瞬間 正式展開了 謝謝 掰掰 掰掰 從古境Telmotors 我們正式展開這趟 直切東馬普羅洲的旅程 相信從剛剛開始 大家應該會一直聽到兩個詞 一下子東馬東馬 一下子普羅洲普羅洲的 這兩個名詞到底是什麼關係 這邊就簡單稍微跟大家 介紹一下好了 普羅洲是目前地圖上的這座島嶼 它是亞洲第一大島 在全世界則是第三大島嶼 僅次於格陵南島 還有新幾內亞島 面積 733330平方公里 大約是20.5個台灣 同時這座島也是唯一一個 同時有著三個國家管轄的島嶼 而這三個國家分別是 目前我們所在的東馬 以及接下來會過境的汶萊 最後則是印尼 所以普羅洲 其實是一座很大的島的名稱啦 而這座島之前也被稱作 加里曼丹島 加里曼丹 而東馬就位於這座島的北方 又因為馬來西亞的聯邦體制 所以東馬又被分為了兩個行政區 沙拉越 還有沙巴 而這一趟直切東馬 也就代表著 我們會直切普羅洲北部 從東馬的古境 一路騎乘到最北點的古達 從沙拉越 國境問來 進入沙巴 一想到會從一個國家騎了摩托車 到另外一個國家 就讓我異常的興奮啦 而要直切普羅洲 首先 就必須從這條馬來西亞距離最長的高速公路 全長超過5000公里的AH150 泛普羅洲大道 開始說起 在東馬這條高速公路 雖然它名字裡有著highway 但是全長超過5000公里的路段 完完全全不收費 反而是比較偏向快速道路的概念啦 而這次會到馬來西亞騎車 我覺得其中有一點很重要的是 因為Akira那時候在揪我的時候 跟我說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在傳訊息的當下 Akira有跟我說 這一趟可能會有一點辛苦 主要是因為東馬的環境比較原始 睡 可能會睡不好 吃 也會吃得很在地 但是騎 絕對騎得讓我們high翻天 途中會有offroad 零道以及雨林穿越 沒錯 最後極誇我的那幾個字 就是這個熱帶雨林穿越 人生嘛 就是要來一場 酣暢淋漓的熱帶雨林穿越 所以啦 看到這又是原始 又是零道 又是雨林的行程 再加上我們本來就偏向那種 騎行當修行 酷心生的騎行方式 腦波瞬間變得超弱 機票就直接給它訂下去了 不過這一出發的高速公路 跟我腦海中所想像的 完完全全的不一樣 也因為行前Akira教練的提醒 所以在我腦海中 整段AH150 泛婆羅洲大道 這超過5000公里的里程 其實原本應該要長得像這樣才對 這路 一定要超爛 沒有柏油路 是基本 最好連水泥鋪裝也不要有 然後要全部都是土 要有坑坑巴巴的水坑 最好路中間再來幾顆大石頭 當然 幻想 終究只幻想而已啦 在東馬政府的政策下 現在 泛婆羅洲大道 只剩下一小段 是我腦海中的那種樣貌 超過95%的路面 都是現在我們所行駛 路面品質極佳的樣貌 路面上一個坑洞都找不到 出了市區之後的車流量 也超少的 大概就是那種騎一個小時 你只需要超不到14車的狀態 從古徑開始 到古達的路段 也都沒有遇到測速照相 騎在這裡 完完全全可以依照自己的節奏騎乘 加上沿路壯闊的景觀 這一點 我相信如果你是一位熱愛騎乘公路的騎士 來一次 絕對會愛上 而如果你跟我們一樣是一位 有路要騎 沒有路 當然也要騎的騎士的話 那東馬 絕對可以說得上是你的天堂了 在泛婆羅州大道的兩邊 是讓我們這整整9天 看了都在流口水 然後手會變得超級癢的飛撲裝路面 記得旅程的某幾天 在我們高速公路騎到一半的時候 Akira突然一個左轉的方向燈 然後我們就從高速公路的柏油路上 一瞬間騎進了飛撲裝路面 雖然不是真正的領導 但是冒險感十足啦 在馬來西亞高速公路旁邊 其實很多這種 從下面上來的這種 爛路 就是飛撲裝的路面 在高速公路旁邊真的超多的 那我們現在呢就是 因為剛才太臨時了 所以我們沒拍到 我們現在呢就是騎到一半 然後發現有一塊地 然後我們就騎上來 也不錯啦 我覺得這種長途旅遊的形態 在一趟旅程中 騎到一半突然從高速公路上 轉換到林間的飛撲裝路面 那種驚喜感 我真的超愛的 很臨時 很措手不及 但時時刻刻 都會有著新鮮感 Akira是把這個時間稱作休息時間啦 但是我們反而在休息時間 玩得更起勁 這趟出發的時候 我其實沒有做太多的功課 因為帶團還帶到前一晚 所以很多東西 我們都是在機場搭機前 才臨時找的 而11住行 我也只查了吃的 還有住的 關於車子啦 油價啦 我基本上就是一概不知 所以在高速公路上 讓我印象深刻其中一點就是 加油的時刻 在AH150上我們騎了兩個小時 直到沒有油了 我們才下高速公路 來到小鎮裡的油站 打算在這裡把油補滿 390ADB的油箱大約是14.5公升 雖然在ADB裡稱不上大油箱 但是因為這顆引擎真的還蠻省油的 所以我們每次加油 幾乎都是騎了超過220公里 才開始找油站 而說要加油 則在馬來西亞的油價 真的是出乎我意料中的便宜啊 馬來西亞油的快點油啊 沒錯 6公升 還不到 6公升638 不到100塊台幣耶 7公升才 乘以7 74898塊 100塊台幣耶 7公升 爽啊 來這裡真的是可以騎到耶 78090也很爽 對 我們三台車這樣加到 現在還不到300塊耶 好屌喔 好爽喔 在這裡的油分為95、97以及柴油 951公升2.05馬幣 971公升3.47馬幣 柴油1公升2.35馬幣 換算成台幣的話 95還有柴油1公升差不多是14到16塊台幣 971公升大約落在21到23塊 出發之後第一次加油我只有一個心得 一台車97加滿不到200塊台幣 油門可以更肆無忌憚了 小確幸啊 小確幸 可是因為馬來西亞這邊呢 它本身就是有 產石油的國家啦 所以 在馬來西亞騎車呢 我真的覺得非常的幸福 加滿油之後我們繼續騎乘 沿著AH150沿路騎乘 最後接到了這條路幅滿載的鄉間道路 到這裡讓我印象深刻的是 因為從中午開始 太陽就非常的大 我們真的是曬到快熱暑了 尤其這才第一天 瘦就變成了這樣 你要跟我們分享什麼 在馬來西亞騎車一天就變成這樣聊 哈哈哈哈哈哈 這個啊這是iPhone2 然後再騎第二天就變iPhone5 iPhone7 iPhone7 太陽真的是他媽太大了 天氣真的超好的 可以看到我後面 哇 這個天氣真的很好 我騎到我的全身都是汗 停在路邊繼續出發 所以啦 這從下午開始的氣候 讓我覺得真的舒服了不少 雖然陰陰的 但是沒有下雨 騎起來反而是剛剛好的溫度 很舒爽 而這第一天 我們的總里程大約是412公里 最後在下午的大約5點半 進入了濕屋 濕屋 是我們出發之後第一天的住宿點 同時這裡也是整個沙拉越州的第三大城市 這裡的華人人口非常多 多到甚至有新福州這個稱號 從路上的招牌到餐廳上都寫上了中文之外 在路上看到的每一個人 幾乎都可以直接跟他們講中文了啦 歷經的長途的旅行 我們今天從早上的9點多呢 然後一路出發期 我們現在人來到了市屋了 現在時間下午的5點半 現在人呢 在這個市屋的泰摩托 這個泰摩托呢 在馬來西亞呢 超多間分店的 像我們早上去的這個古徑 有泰摩托 然後這邊呢也有一間泰摩托 那我們來這邊原因呢 主要就是把我們這個 剛剛真真騎的那一台 200DUKE 換成這台250DUKE 哇還改排氣管 非常的帥 極春 顏色bling bling的耶 不過這台呢 等一下不是真真騎 是白白騎 換車了 因為你今天已經被摧殘一整天了 真的 看得出來他很累 我現在看到這個貨架 喔 香 香 香 舒服 這邊稍微換個車之後 我們等一下呢 就去這個住宿的地方 等一下住宿的地方見啦 好不好 好 OK 抵達了今天住宿的地方之後 我們也準備吃晚餐了 昨天剛下飛機正式抵達馬來西亞 今天又騎了400多公里的車 經過了一整天的舟車勞頓之後 這晚餐一定要好好的給他大吃特吃 所以我們決定吃 肯德基 停好車 進好民宿 稍微沖了個澡 舒服 然後現在準備去吃晚餐了 一群人看到這個肯德基呢 就想要吃 所以今天晚上我們決定吃肯德基 看看這一位白白這麼開心 開心開心 來介紹一下這個馬來西亞的這個 一定要點這個沙拉 然後配辣椒醬 還有薯泥 對 20年味道沒有變 讚 跟台灣的蛋塔是一樣的感動 沒有 跟台灣的交通一樣40年沒變 好啦我知道人都到東馬了 還是肯德基真的會被念爆 所以在這隔天 Akira決定 帶我們去吃他小時候印象很深刻的 失誤在地美食 飛麵 各位白白早早 今天是我們這個行程的第二天 把行李全部整理好 今天的路呢 應該更像是哪一種 昨天我們要到石屋前的那種 非常窄的那種 鄉間小路 我覺得應該是 那我們現在收拾完行李 然後第一站呢 準備先去吃個早餐 吃早餐見 字幕上的這個麵字沒有打錯 它真的就叫飛麵 馬來西亞的飛麵也被稱為麵粉果 在馬來西亞還有新加坡 是一種大受歡迎的美食 而來到石屋最有名的 就是這一間復原茶室的幹盤飛麵 而在吃幹盤飛麵之前 首先我一定要好好來講一下 這幾天在東馬 到了每一間餐廳 我一定會點上一杯的 Copy au bing 可送 不要看我們昨天晚上吃的肯德基 其實在這趟旅程中 我覺得Akira教練真的超讚的 他做到一件事情就是 帶我們吃的真的很道地 我們幾乎每天都吃的到這俗稱的 Copy店 Copy店你可以說它是一間餐廳 但又不太像是只有一間 當你坐下來 周圍會有很多店家可以讓你選擇 誇張一點 每一間店的服務員都會跑到你桌子旁邊 等著你點他們家的餐 而在點餐前 就可以先點一杯飲料 因為我本身就是很愛喝咖啡啦 一天可以喝好幾杯的那一種 所以這來到馬來西亞我學的第一句馬來語 Copy au bing Copy au bing 是冰的意思啊 冰啊 Copy au bing 然後冰的嘛 Copy au 黑咖啡變 Copy au b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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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樣 Copy au bing 就是黑咖啡 冰的 Copy au bing 就是空白 意思就是不要加糖 這一杯咖啡也成為了我在東馬 每天起來之後 必喝的飲料 完成了每日任務 Copy au bing 接下來就是主角 幹拌飛麵 首先上場的是湯 你看它的顏色就有點清澈 然後感覺沒什麼東西對不對 對 他們是有點像那種 欸 幹有沒有 就是一般熬的湯 然後再加一點鹽 沒了 對 對 所以那個味道很清香 嗯嗯 他們這個都會泡熱水 因為以前啊 很落後所以 衛生環境很差嘛 那在那個時候 也沒有酒精什麼這種東西 唯一要消毒是什麼 就是熱水 對 它端你的餐具來是一個鐵盆子 然後裡面的水是燙的 然後我們直接這樣 就是燙一燙 太燙拿起來 太燙拿起來 大家會定時來換熱水 呃 沒有 我覺得現在這個 其實有點像是 昨天放到現在了 然後還很燙 現在這個還超燙 沒有我覺得這應該只是留下當年的習慣 因為這個溫度 根本沒屁用啊 對啦對啦 我覺得只是留下習慣 然後 事無盛產的就是幹拔 幹拔麵 對幹拔 幹拔麵 我不知道為什麼 這個字要最後一個音 但就是幹拔 幹拔 不是幹拔 我覺得剛好喝 好喝喔 嘿嘿嘿 要脆 喝了幾口湯 就輪到這裡的主角了 肥麵 各位觀眾 肥麵 幹拔麵 對對對 幹拔麵 喔 熱啊 哇 哇 終於到地了 喔好吃欸 這個很厲害 這跟我們那天吃的不一樣 對 所以你懂為什麼 克里斯那天說這個雞飯不行 這個雞飯不行 對 因為我們的食物味道很單純 所以我們很容易吃出 那個細節差異 在失誤的這間幹拔麵麵 會這麼有名 則是因為這位阿婆 第一眼你看到牠的時候 其實你不會感覺到 牠身上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但是當牠一站上爐台 相信我 你也會被牠的氣勢感動到 肥麵之所以叫肥麵 是因為在料理的過程中 在把這麵團拉成薄片之後 要飛進滾燙的湯裡煮熟 最後讓麵條達到理想的薄度還有彈性 一盤2.8馬幣 台幣不到25元的幹拔肥麵 你買不到吃虧 也買不到上當 有的是這位穿著Hello Kitty圍兜兜的阿婆 認真的飛每一碗麵 他不僅把工作視為一種生計 更是把生活態度 以及精神上的追求 發揮到淋漓盡致的表現 當天 只要有一位客人點了飛麵 他就這樣一盤一盤飛 飛到我們都要離開了 那麵條還在空中 雖然這是我第一次來 但是那每一口都是回憶的味道 除了好吃之外 展現出了職人精神 更是讓我印象深刻 所以這個報紙是登泉馬的 哇 每一家報紙都會報到我們 所以至少有五罐報紙會報到我們 怎麼辦我變馬來西亞紅人了嗎 哈哈哈哈 不對不對你要說我要變馬來西亞紅人了 怎麼辦我要變馬來西亞紅人了嗎 好困擾喔 很困擾的點就是我要買很多份報紙 所以我們決定我們今天呢 這個行程裡面呢 我們加入一點掌握店尋報紙的行程 是一定要一人拿一份的阿 這次從馬來西亞出發 沒想到我們這五人遠征團 有幸可以上報 所以在吃完屍屋幹麻菲麵 我們第一站的行程 決定來把報紙全部買一買 可以當船家之寶了啦 哈哈哈哈 還有屍滑 這洞裡面有這洞裡面有 先看吧開箱吧 第十一頁 第十一頁 連第幾頁你都知道喔 我看到片阿 連第十一頁你都知道 對知識的渴望從來沒有那麼強烈 對 對知識的渴望從來沒有那麼強烈 多久沒看報紙啦 今天我突然好想要follow十四喔 看一下馬來西亞最近發生了什麼大事 講到報紙 就一定要來分享一下在學生時期的故事 因為我在國中吧 還高中的時候 算是學校裡的頭痛人物啦 那時候最常發生的一件事情 就是違反校規 然後被抓到訓導處去 一個禮拜 不對 曾經有一天就去了兩三次的那一種 算真的蠻誇張的啦 而那時候我印象超深刻的是 有一位老師 看我幾乎每一個禮拜都會去報到 然後寄過也寄到快被退學了 就跟我說 看你這樣 以後出社會絕對 絕對就是上社會新聞的報紙頭條 我發誓他真的說了兩次絕對啦 我知道他那時候的本意 是想要讓我專心讀書 不過在看了這份報紙之後 當下的心情真的也蠻激動的 那時候也馬上在心裡跟這位老師說 上了上了 真的上報了 而且不只上報 還上了新週日報 幸好是一件還算光榮的事情啦 不是什麼有的沒的 相信這位老師 一定也會替我感到開心的啦 今天我們的行程大約是410公里 準備離開沙拉越州的第三大城市 獅屋 沿著H150返頗州大道 經過明都魯後 前往這第二大都市 梅里 昨天騎乘的時候我有說一句 我覺得這整條H150 真的非常適合熱愛騎乘公路的騎士 而這句話 其實我覺得需要修改一下 因為基本上 昨天從古境到獅屋的路段 只有在出發的早上 天氣比較糟 下了一點雨 剩下的都是大晴天 甚至熱得到手都曬商聊 而今天 從獅屋出發之後 在高速公路上面 最讓我印象深刻的 就是這多變的氣候 翻開地圖來看 你會發現市道很剛好的 把整個婆羅州一分為二 讓這裡成為了溫暖炎熱 且潮濕的熱帶地區 平均年降雨量 來到了2000到4000毫米 在這裡的下雨 跟我們平時印象裡也不太一樣 首先在雨到來之前 你就會很明顯的感覺到 周圍環境開始變暗 天空突然瞬間暗的下來 然後屋頂超大聲 啪啪啪啪啪啪啪 這樣拍可能拍不太出來 後面這邊啊 後面的天空啊 超暗 現場環境真的超暗的 世界要末日了 但放心 只有你身處的雨區會變暗 在遠方 你還可以看到那天邊的藍天白雲 對你露出一抹微笑 就好像是在嘲笑我是個雨神一樣 接著就是刺激的來了 剛豬般大小的雨滴 會開始往你的身上砸 不行了不行了不行了 不行了 我不要在外面了 好大喔 好大喔 這是我講那種 很恐怖的 那有雨 那真的是大雨 你看那個雨滴是很明顯 一顆一顆的 旁邊的雨超大的 接著不到30秒 就會變成這樣 都是這種極短時 但超強降雨的情況 而在雨勢最大的時候 不用騎車 就算你完全不動 站在天空底下淋 那超大顆雨彈 打在身上 還是會很痛 在雨下了不到3分鐘之後 充沛的水量 會開始在路邊形成一條河流 然後等你的上衣 褲子車靴 甚至內褲 都已經臨到全濕了之後 氣溫會讓你一度有錯覺 好像變得涼爽了起來 下完雨過後涼爽了起來 等一下騎車應該會非常的舒服 但真正痛苦的時候才剛開始 因為這時候太陽又會重新放晴 剛剛從天空落在大地上的水分 又會以極快的速度 蒸發到大氣中 說是山溫暖 我覺得一點也不誇張啦 而這樣快速變化的天氣 其實在出發前 Akira也有跟我提到 那時候好像是在討論 到底要不要帶雨衣吧 因為我本身真的沒有雨衣 也從來沒有打算要買雨衣 所以當下就很順口的跟他說 我們應該不會帶 然後他就稍微跟我介紹了一下 東馬的雨彈 不過在聽完之後 我還是沒有帶雨衣 都來到東馬了 就是要領移試看看嘛 所以如果你有來馬來西亞騎車的話 不要穿雨衣 反正我都已經撕成這樣了 可能穿性量船啦 可能穿性量船啦 可能穿性量船 可是我覺得在馬來西亞穿雨衣 有一點是那個什麼 它會很熱 喔對很悶熱 很悶熱 它沒下雨的時候很熱會受不了 所以是領雨很爽 對領雨很爽 而相信我之後大家如果有去東馬騎車的話 雨衣除非你是真的快感冒了 不然我是覺得真的可以不用帶啦 因為在東馬的氣溫潮濕炎熱 下雨 真的只是剛好讓大氣溫度 回到原本正常的標準而已 在熱帶地區騎車淋浴 真的超級舒服的啦 零完雨我們又在AH150上騎了超過3個小時 從這裡一開始 路上會陸陸續續出現大台的油罐車 以及各種工業用的大型車輛 這也代表著我們離今天的目的地 梅里不遠了 這一趟騎在我們第一台擔任領頭的是 Akira教練 正好他就是東馬人 所以一路騎乘 他都會跟我們說跟著他騎就好 在地人 穩的啦 而這進入梅里前 我們也發揮了 這在國外騎車必備 同時完全不用怕被檢舉的 鑽車縫 只是騎了兩天的公路 我們也不在公路上鑽了 左邊有路 在地人 也帶我們走這一條 那就跟著他走就對了 來吧 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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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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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終於有精彩畫面了 沒有 裡面有個大洞 我腳踩 踩不到東西 我看你線超深的欸 因為那個洞超深的 哈哈哈哈 可惡後面這樣沒人跟我來 哈哈哈哈 第一天在加油站加油的時候 我最印象深刻的 就是這馬來西亞的油價 真的是無敵便宜 而石油之所以這麼便宜的其中一點 就是因為東馬本身 就是石油盛產國 尤其是在梅里這個地方 梅里是我們這趟東馬直切的旗旅中 在沙拉越州的最後一個大城市 同時這裡是整個東馬第一個發現石油的地方 所以也有著油城的稱號 是亞洲第一個 以石油工業為經濟命脈的城市 也因為石油 梅里早期的經濟發展迅速 但這個城市 並沒有像很多其他盛產石油類似的國家 重度依賴天然資源的收入 相反的 梅里目前也積極進入轉型 朝旅遊 農民業發展 所以當我們抵達梅里Taymoto的時候 周圍都是各種現代化的建築 甚至很多都才剛建成 等著商家進駐 我當下甚至還覺得 今天是我們來馬來西亞的第三天了 然後是我們行程出發的第二天 今天我們又長途征戰了 起到了這裡叫梅里 那我覺得一開始進梅里這個城鎮附近 你可以看到很多現代化的建築 那這個現代化的建築呢 蓋的也都是漂漂亮亮的 乘入我後面這些 跟我們前兩天帶來的那個城市 你可以感覺到非常大的落差 那我們現在來到了這個 Taymoto的梅里店 這個老闆非常的厲害 在整個東馬呢 開了好像三四間吧 像古境 濕屋 梅里 那我們現在就來到了梅里 算是讓這些車子呢回娘家啦 310XC 這310XC 6天半台灣買不到 但是Taymoto有 這邊的車輛 越野的比例非常高對不對 對 就像我們說真的 燒到越馬來西亞 東馬這一塊婆羅洲 到處都是森林 各位騎了兩天已經非常有感覺了 所以在東馬這裡 玩越野真的超棒 其實梅里之前這邊在 我們這邊疫情的時候 之前是有一個group的 他們是專門玩越野的 等下你們如果有時間 嘿我過去看看它的越野道 你是講你知道那個林道在哪裡對不對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我們會去嗎 我們會去嗎 剛能去啊 我不知道能不能玩啊 水啦 你是說是有人還是什麼 它是一個地方來的 它有道 它有賽道的 蛤有賽道 啊越野賽道來的 Motocross Motocross 拜託了 不要多說了 我們去Motocross場地看看吧 GO 一聽到店長說有cross的場地 還有機會可以進去騎 當下的心情 真的是興奮到不行 所以馬上 直接出發前往了啦 從梅里市區來到這個場地 大概不用15分鐘 真的讓我覺得 近郊有一個這樣的場地 真的超棒的 而當我們到了時候 當然也要稍微進去繞一繞 畢竟騎了兩天的公路了 都沒有碰到土 全身都不太對勁啦 而以我那初階道不行的騎乘技術 來到這個場地 就是名副騎實的 把一個cross的場地 騎得像是high enduro的賽道一樣啦 第一次在馬來西亞 騎著飛鋪裝路面 算是小騎一下而已 三秒之內抬起來等於沒有塞 頭兩天我們就騎了接近1000公里的AH150 來到了梅里 而接下來我們則是準備騎車跨越國境 進入汶來 繼續往古達出發 這一趟九天 超過3500公里的東馬旅程 我們準備騎著KTM 390 ADV 直切這一座 全世界排名第三大 同時也是亞洲最大的島嶼 在馬來西亞騎車一天就變成這樣聊 哈哈哈 平均每天400公里的里程 我們也即將騎車穿越島上的另一個國家 汶來 解鎖騎車跨越國境的成就 好 各位觀眾 乾拔麵 乾拔麵 對阿 漂亮 每次都看你們帥 沒有我都摔 在這裡人人都能呼風喚雨 適到的穿越 把這座島一分為二 形成了中年高溫潮濕的熱帶雨林氣候 創造了獨特的生態系統 使得這個區域 成為地球上最為生機盎然的地區之一 現在真的很希望下一場雨 對 我下雨 下雨 看一看 我在剛說我NG店可以下雨嗎 他就下了 超寶 從公路到游中原再到沙灘 最後是古老的熱帶雨林穿越 公路與土路 汗水以及雨水交織成的3500公里 這裡 是三位被人類征服的自然天堂 是原始的自然領地 佛羅洲 好啦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囉 如果看完這部影片喜歡這部影片的話呢 不要忘了在影片下方 按讚訂閱留言分享喔 我是魯特 我們 下次見囉 掰掰